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黄潇琪,爱子美国。 我今天所有眼前的题目是如何幽默化解尴尬的场面。 大家都经历过尴尬的场面,也讨厌这种情况。 这样的场面会破坏别人对我们的印象,甚至可能会破坏很重要的时刻。 例如,学习年事或是会议。 可是,叶学习又不是学节目认。 要是你翻译块,可以用幽默来解决。 幽默是一个很有力的处句。 说的就是什么呢?猜一下。 这是说话的工具。 好吧,我刚发现,气氛有点冷藏, 所以我自己闯述这个词来破坏一下。 在发幽默跟的时候,我们能让别人留人的印象更有深刻。 其实有很多研究包括说,一个不怎么聪明却有幽默感的人说话, 会听起来,听起来会比一个虽然很聪明, 却没有幽默的人更有智慧。 那,怎么用幽默解决更干呢? 有一种幽默是自嘲。 要是你把所犯的错误或是缺点用幽默的方式表达。 你的朋友或是群众并不会嘲笑你, 或是讥较你犯的错误, 我反而微信一下。 也许刚来的商店只有这样, 云丹风轻的呆活了。 比方说,我在美国、华盛顿念国际关系的时候, 我父子触犯一个正式的活动, 就是跟印度的选举有关。 甚至也请来了一位嘉宾, Peter Bolton, 他是一位研究学者。 我就是太兴奋地要请他出场时, 不小心脱口喊出John Bolton。 大家都傻处、安静、尴尬极了。 John Bolton 是美国大使, 他的老伴是川普总统, 最有名的口头喊出, 你被带出了! You're fired! 我说出所有的名字以后, 笔记开头, 看我笑的, 瞧瞧我的吉利利, 他们可不是一家人。 相信大家都听过, 英文名字说了说去, 就那几个, 难免糊涂吗? 当然, 时候, 这位学者也结束了我的道歉。 那, 第二种幽默呢? 只是, 让你的亲种或者朋友, 因为你会说什么, 然后说出来, 想法又要之外的曲子。 我还记得, 我回了一位, 美国总议员学习的时候, 我前一天才发现, 没有正式的曲子。 事实上, 我的家人, 发血寄过来, 可是还没想到呢? 所以, 我那天, 只好穿着西装, 搭着领带, 交叉确实运动起。 那个是在美国众议院, 一个如此正式的场合。 现在被想起来, 真是不堪回首。 我那中间, 如座真正, 交双, 似乎, 有求完之后也在爬着。 我按着祈祷, 下班的时间, 刚快到来。 就在这时候, 果然, 碰上了老板, 他, 打烊了我一番。 默默, 你又忠实的辟邪, 对吧? 我又爬又焦急, 随着回答, 有啊, 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你, 会让学习生, 从超多工人到很多地方, 结果需要穿着东西。 这刀子笑了出来, 我才松了一口气。 以上, 是我尴尬的经验。 我们要散发幽默感的时候, 应该轻松一点。 记得, 动你的群众, 动了你的笑话。 这几特别生效。 你们也该参考一下我的建议。 因为我没被开除, 我已然将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